HELLO 大家好 是我你們的好朋友柔宇 久違都沒有在頻道裡上影片了 這一次有機會來玩到大家都看過 而且一定都聽過遊戲 那麼到底是什麼遊戲呢? 沒有錯 這是我們的Arena Breakout 好啦好啦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開始吧 1. 聲音波紋 在任何一款遊戲中 不管是聽到美妙的音樂 或者是人事務所發出的聲音 比遊戲玩家來說都極其重要 在Arena Breakout中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上有類似波紋狀的在畫面中顯示 我會稱它為聲音波紋 這是在遊戲中有任何聲音 以及我們自己所發出來的聲音的波紋 我們可以藉由波紋來判斷範圍 以及自己是否露出了聲音 多多觀察可以為你帶來更好的局勢 像這邊一樣 有波紋的地方我這邊會用放大的方式做一個呈現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2. 左右側身 慣你試玩過手機或是電腦的射擊類遊戲 都會有類似左右側身的效果 這個選項對於待在掩體以後的你 是一個絕佳的招式 你可以透過左右來回點擊來閃爐子彈或是觀察對手 慣你試玩過手機或是電腦的射擊類遊戲 都會有類似左右側身的效果 3. 保持移動 在Arena Breakout中 這一款硬核遊戲 會希望你好好的找岩體 或是製造聲響後 趕快的移動 並且找到新的駕像點位 都是非常需要練習的 像我在剛開始的時候 根本不會邊周邊打 但很像是剛剛那邊 如果我不移動的話 我可能會被打到胸口 這時候我胸口已經紅了 再直到一發子彈的話我可能會死掉 好的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兩種遊玩方式吧 第一種是我們最常見的 也就是特遣隊員 我就不多加介紹 我們介紹的第二種也是我最喜歡的 衛裝者 在衛裝者中需要注意的總共有三件事情 第一點 隨機裝備還有重生地點 在你選擇的地圖後 衛裝者會是隨機裝備以及地點 所有東西都是隨機的 要小心 你有可能在特遣隊員附近重生的唷 第二點 小心同伙 男團 遊蕩者 在當衛裝者中都已經同時 要小心遇到特遣隊員 還有地圖的男團及遊蕩者 這些人相對的危險性更高 會影響到你的存活 但說到底 更需要注意的是同樣為衛裝者 有時候打你的都是衛裝者 因為這就是卡莫娜 3 冷卻時間 在當衛裝者的時候 只要淘汰的話 是需要等待15分鐘的唷 所以要肥肥脆離的話還是要小心 好的 那我們來說一下 這一次主要想說的地圖 農場 其實農場的分布蠻簡單的 只有一個大石柱入口 靠近東邊那一塊的岩體 並不是很多 因為這邊的物資點都在西邊 那我這邊直接先介紹西邊的地方吧 我把這邊放大 一邊是馬舊 一邊是汽車旅館 這兩個地方是最危險的 而且物資最肥的地方 相對地圖上所有玩家 以及比較高階的AI都會在這邊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從外面 搜一些物資的話 還是離這邊遠一點比較好 但是建議還是要練起來 為什麼呢? 這個我們留到後面再說 精彩的就是要留到最後 基本上如果你是特險隊員的話 你的撤離點都會在你的重生位置的對面 舉個例 如果你今天在東邊重生 那麼你的撤離點就在西邊 如果在西邊的話 則反之 相信到這邊 大家一定都聽得非常清楚明白了吧 你們超棒的 應該都會吧 OK 相信到這邊 大家一定都聽得非常清楚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任務還有什麼活動吧 快來看看Area Breakout 給了什麼好看可以參加 這邊看一看 我記得有一個最快的 就是一個綁定心香 沒錯就是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也是主要主要的活動好不好 OK我們來看看放大地方 就是這邊 叫做物資賽 大贏家物資賽 沒有錯 我們這邊呢 會有許多的獎品 給你們 給你們可以參加 那這邊的獎品呢 只要你有參賽 就會有 各位 只要有參賽就有 聽到這個 已經忍不住了吧 我的話是忍不住了啦 他人家 都在不住 都會有 像人家 有 大家都會有 都會有 都會有 Let's do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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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do this